今天我很高興在秀映那裏 跟你見面聊一聊 周先生你不是很喜歡唱歌的 我是喜歡唱歌的 不過唱得很難聽的 所以只是自愈的 你有另一個花名 很行的叫做官場忌安 你介不介意的呢 我都沒有理會 人家的花名改到 難道你說不好嗎 你無論如何都要接受 但最近聽過你幫個團體唱禁式 你很ok的 頭幾段 你不是練過那次的 都不是 我不懂那首歌的 但是就是 他傳了Youtube給我看 另外就給我一些歌詞 我就盡量念我唱那一節 如果我唱黃耀明那一節我不懂 我不記得的 那會不會日後都會幫這些團體 去揮一些令他們很舒服的 很公平的法例保障他們呢 我想真爲被紀錄會主席 我一定是就我自己工作的功能 還有我一定要為香港七百萬人 爭取平等機會 是免除歧視 但同時我相信如果有任何 幫到特別小眾方面的工作 好像今天幫助這些龍甲人士 或者聽障人士 他們得到一個公平的環境 令到他們可以有教育 工作 還有在社會上可以充分地參與 都是很好的 所以我會繼續做這方面的工作 最後一個問題 假如有人想邀請你出去開一場演唱會 你會否答應 看看是什麽的性質 慈善一些 如果是慈善籌款 我通常來說都會答應的 不過我也知道 他們籌款不是因為我唱歌 是因為想籌款 所以我唱得好不好 他們都籌到款 我不理會 那我不理會 那我不理會 不理會 認識 有 有 還要